同样的爱心部落人后的还有中华道家文化协会 连续八年响应了新北好日子的爱心大天台食物银行公益活动 在今年动物节前夕特地捐赠了两万三千多颗的肉粽 而八年来累积捐赠超过十万颗的爱心粽 对比起来高度已经超过了两座玉山 而协会今年的公益付出对于弱势家庭 而也可以说是最暖心的佳节祝福了 动物节前夕中华道家人文协会捐赠了两万三千颗肉粽 并由新北市政府社会局长张锦丽代表受证 对于张理事长连续八年响应新北好日子爱心大平台食物银行这项公益活动 捐赠爱心肉粽超过有十万多颗 如果将它堆叠起来的高度更超过两座玉山 谢谢我们张理事长这八年来已经捐赠了超过两座玉山的粽子 给我们超过十万多颗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社会上爱心的朋友 不论是团体或者是企业 其实只要你们想要做爱心 都可以上我们的爱心大平台的网站 上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爱心方案 等着大家来哦 我们这八年来我们就没有一年缺席 我为了就是希望能让这一份爱是可以持续陪伴的 并让这些比较辛苦的家庭能够一起欢度佳节 张局长原本担心今年疫情影响民间团体不包种植 有可能若是团体吃不到爱心粽 然而再看到协会再度送来了这份温情 预计两千户家庭受惠张锦丽申表感谢 端午佳节即将就要到来 其实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民间团体都不再包粽子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这些辛苦的家庭可能就没有粽子可以吃了 结果呢我们张理事长 特别这一次还特别增加了两万三千个粽子 送到我们社会局 抗拒了疫情社会局和协会一起用行动帮助弱势 期盼协会的微薄心意能够和弱势家庭共度温馨的端午佳节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